李显龙总理说 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调整防疫措施 以便国人能够与关定共存 新措施将能够更容易地遵循 为将来恢复更多活动铺路 总理在社交媒体Facebook贴文表示 政府正在恢复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计划 并将会开通更多的新的通道 放宽边境管控制 进一步地强化我国同其他的国家 在经济、贸易和人员之间的联系 奥密克戎传播力很强 不过患者的症状轻微 尤其是已经接种冠病疫苗和追加剂的病患 总理说 今晚病例激增 但我国的医疗系统仍然能够应付需求 需要输养和住在加护病房的重症病患 都在医院可负荷的范围内 总理希望几个星期后 当疫情达到高峰后 病例会开始减少 我国就能够进一步地放宽安全管理措施 不过仍然必须循序渐进以掌控局势 总理也呼吁国人做好心理准备 假如出现新的变种病毒株 我国可能得再度地收紧防疫限制 总理感谢国人在这段长期的抗疫过程当中 给予信任和支持 并呼吁大家继续地尽本分 遵守安全管理措施 接种疫苗和追加剂 彼此看顾 愿意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隧道的尽头就能看见曙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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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